不外for是碳區病 或是香、加、、素、硬 Medicaid 這個會比較喜歡 要這種比類有這種幽 ej 強大 其實牛要餐期間 要調 proven側的 可能是碳居病的機會比較大 要看碳居病的機會比較大 比較小的時候 最簡單 碳居病一定是有一個孔 你若是碳居病的地方 譬如說你對操生 操生之後 它會流得比較像超大屁 它會流得操開 操開 你如果有轉油 它會堅起來 所以它的流得打鬆 所以我們在判斷是這樣 你若是這個碳居病的地方 它還是變成電腦 電腦當然在裡面 你就看到它1點 1點 那個地方不會堅居 它會這樣 若是早上 這時候可能比較小顆 有時候要定下的時候 可能這個軟 軟軟軟的地方就會軟 那個地方你看它堅居堅居 你會軟軟 所以你這個有消化奶奶 它的減肥減肥 哪從消化1點奶奶 這不是胖子 這純粹是碳居病 而且這個各頂管有碳居病 連國病頂管也已經都丟肥 所以這是一個很標準的 這個應該是和操生有關係 駱火天有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在種到吼到吼 這吼起來一定是較不乾脆的溺 所以通常它一個膏 就會稍微給它漂亮一點點 所以你要看 因為你要是要看是不是膀胎 膀胎一定有一個中心點 通常就是一個磅 簡單說 有一個磅 這個可以讓我們 遇到這個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東西存在 讓這個東西存在 所以在這個部分 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稍微很明顯 很明顯的你就看得到 一種的節節情形 那拐生我們就看不到那個磅 有那個磅跟那個磅差很多 所以你最少看一看 一般來說 如果是膀胎頂會比較容易軟 他的地方因為他會生軟 所以他如果是已經 鹹皮大塊大塊 他通常那個地方就會軟 還有一個簡單說 如果是膀胎頂 通常為什麼呢 他那個鹹皮的地方是撲起來 他鹹皮的地方在撲一撲 比較不會耐下去 跟耐下去的時候 那個磅都軟了 你若是只有鹹皮 會拿到 拿到奶奶 這種通常是拐生 但是我們聽說明明一定要知道 拐生是他們的 那個形的會稍微圓一點點 會拿到比較圓 而且他不一定會撥開 不太會裂開 你若是那個 譬如說你最少看 如果是那個痕跡 就是說你丟的那個地方 有稍微撲開 這樣 有時候我們會去懷疑 他是不是慢苦病 萬古 萬古杯 因為這台裡面有時候 這個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我們通常 拐生通常是比較圓形的 他都是圓形 褐色的奶奶 剛開始會叫什麼 菌水藏到 那種形 他通常比較圓形 但是他不會說 他會比較圓形 會有一個圓圓 但是他不會 不太容易 你會不會說一開始 他就撿開 你若是一個地方 那種叫菌水藏到 他現在很容易 看起來很容易 一個圓圓 在那邊 有時候 開著開著眼睛 這個有時候 要小心 就是說這兩項 不太容易去分辨 但是一般就是 耐熱比較不適合 這個通常 我們會去看 看到的 我們現在在說的 是在庫管上 如果是耐熱 比較圓 那個圓 如果是比較圓 通常我們會去說 它是拐生 但是你要注意到 這個蔓枯 蔓枯 蔓枯 蔓枯煙的時候 有的人說蔓枯不是在硬 上面比較禮 蔓蔓 蔓枯就是在硬 不一定 這根褲枯在裡面 會去看到 你有一個 比較不規則 比較比較不規則 鹹皮 鹹皮 而且有當時 會变叁 會消化劣 若是蔓枯 它变開 會流汁 若是蔬菜 通常會相比叁 所以 這個部分 你還稙 注意一下 但是 這個要看 看白斑 所以好朋友 你要是說 以你這個目前這個政證 我會覺得 以我個人來說 我萬古的藥 我會教你它用 萬古的藥 通常就是說 因為我們拆算跟萬古 我們如果沒辦法說一塊就把它 割死罐 因為這兩種車車都做回來 你沒辦法割死罐的時候 所以我們通常在用的藥 是什麼 就是拆算毛 好 萬古也好 什麼是拆算毛 就像亞特民 尤其像百科民這位 但是你還要加一些什麼東西 保利美術 這個萬古的藥 也有辦法把他抵掉 因為你這個頂頭的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有已經逼逼 逼逼逼逼 牆牆 他那時候有一點點 感濕感濕 淡濕淡濕 這個 這是我們去判斷 為什麼他萬古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你要注意一下